有時家人的說話會影響 可能第一步開始學習就像你所說的動作 就是需要感受自己 但最好就是我分辨到他在發脾氣 他在攻擊我 於是我就把他的說話當成一回事 你試試下一次繼續這樣做 看看能不能夠慢慢去這個位置 當我們不介意便不會有脾氣 當我們介意便會有脾氣 當我們不介意的時候 當你不當成一回事便不會發脾氣 我再用另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天我們被迫不 被人們放在監牢 然後他喜歡打又可以 喜歡罵又可以 喜歡甚麼都可以 在那個時候 因為他每個動作都可以令我們發怒 打你便會發怒 罵你便會發怒 在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再這樣便更加慘了 但如果我們說很明顯他是基督的敵人 他現在是敵黨真神 我們是為主耶穌受苦的 既然他明顯是敵黨神的 就像魔鬼的說話 那時候我便在心裏便決議 這是最極端的 真正在做魔鬼的工作 我們便會說 他是在做魔鬼的工作 他罵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直接不需要去想 在他說的時候 我心裏便會想著 耶穌愛我 耶穌最好的 而他一說完 我便贊滅神 打是困難的 心裏便要預備好 就是 真的有這樣的迫伯的時候 現在聖經有說到 這樣的時候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我們心裏便儲存了一些 聖經的回應 神的回應 就是我們受了多少苦 在天上是紀念的神 是 是 我們平時要有這些抗體 是的 在裡面 我們有些預備好 就是說 有迫伯的時候 知道神是上次 神知動 神感受到 神也會給我們幫助 可能的幫助就是 人家痛的時候 我們會不痛的 被人打 或者是 總之 一個幫助 最好就是 真的不痛 第二就是減少痛 在十年充滿的狀態 減少痛 第三就是 我們記得神是上次 另外就是 神呀 我的靈魂交給你了 你接我 你接我 我們都說 神呀 我們是 作美好見證 神呀 你釋放我們的靈魂 這個 可能有不同的回應 總之 最差最差 就是 經常深信 神是掌管一切 神會幫助一切 那些是大迫伯 現在小迫伯在家裡 當你一比較 你說真的很少 譬如 假設 我們有一次 真是被那些 敵黨基督的人 捉了去 真是受了刑罰一段時間 然後 就走出來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你會說 現在這些少爺貨 就會覺得 也不是很大件事 以往受的那些更大 現在 當你不是 你的眼光怎麼看 你就會 能夠看得通 現在當你想到 天上神的賞賊 你就能夠看得通 最主要就是 我們 先說到處理情緒 就是 當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分辨到他 是不好的 我們 我們有錯 我們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們錯的時候 我們就 求主耶穌幫我們 放手 不用受他的影響 他的說話 不是真理 他的說話 只是 他的罪性 說出來 或是魔鬼透過他 我受的影響 我便會受傷 我心裡一直有神的說話 一直是神愛我 是神祝福我 這些 你愈快學到 愈快用到 你就下半身受的苦 就少了 為什麼呢 人家說什麼都好 你在這裏聽 但你又不是 混由 你在這裏聽 但你又覺得 是他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 這麼在意 但是又祝福他 下半身 你真的少了很多痛苦 這些痛苦 根本不當是痛苦 大部分的人 不會打你 大部分人 只是口說 你不讓他氣壞 就沒事了 所以這就是 一個鑰匙 不讓情緒影響 而經常有神的喜樂 平安 正面的情緒 如何來 就是經常 恩典的祈禱 耶穌愛我 耶穌祝福我 耶穌幫我的 耶穌和我一起 這就是正面的情緒 來源 然後處理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情緒 我們就不用放在心上